初埃及记第26章 你要用十幅曼子来做会幕 曼子要用碾的细码 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成 并要用巧弓绣上基禄帛 每幅曼子要长12公尺 宽2公尺 每幅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其中五幅曼子要彼此相连 另外五幅曼子也要彼此相连 其中一组相连的曼子 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要做蓝色的纽扣 在另一组相连的曼子 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也要这样做 在这幅曼子上 你要做50个纽扣 在另一组曼子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也要做50个纽扣 这些纽扣要彼此相对 你要做50个金钩 又要用钩使曼子相连起来 成为一整个会幕 你要用山羊毛做曼子 做会幕上面的帐篷 你要做11幅曼子 每幅曼子要长13公尺 宽2公尺 11幅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你要把5幅曼子连在一起 又把另外6幅曼子连在一起 你要在帐篷前面 把第6幅曼子折叠起来 在这一组相连的曼子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要做50个纽扣 在另一组相连的曼子最后一幅的边上 也要做50个纽扣 你又要做50个铜钩 把钩穿进扣扣中 使帐篷连起来 成为一整个帐篷 帐篷的曼子多出的那部分 即垂下来的半幅曼子 要垂在会幕的后面 帐篷曼子多出的长度 要这边50公分 那边50公分 并且要在会幕的两边遮盖会幕 你又要用斩红的公羊皮 做帐篷的顶盖 在上面再盖上海狗皮 你要用造甲木做会幕的树板 每块板要长4公尺 宽66公分 每块木板要有两个锁头 彼此连接 会幕的一切木板 你都要这样做 你要给会幕做木板 给南边就是向南的一面 做20块木板 在这20块板底下 你要做40个银插座 每块木板底下 有两个插座连接它的两个锁头 你也要给会幕的另一边 就是北面 做20块木板 和40个银插座 这块木板底下 有两个插座 那块木板底下 也有两个插座 给会幕的后面 就是西面 你要做6块木板 在会幕后面的两角上 你要做2块木板 木板的下节 是要双的 一直连到上面的第一环那里 都是要双的 两块都要这样做 要成为两只脚 所以要有8块木板 和16个银插座 这块木板底下 有两个插座 那块木板底下 也有两个插座 你要用造甲木 做横栓 为会幕这边的木板 做5个横栓 为会幕那边的木板 也做5个横栓 又为会幕的后边 及西边的木板 也做5个横栓 木板中部的中栓 要从这一端通到那一端 木板要包金 你也要做板上的金环 用来穿上横栓 横栓也要包金 你要照着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立起绘幕 你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做卖木 并且 要用巧弓 绣上基禄帛 你要把漫木挂在四根包金的造甲木柱子上 柱上有金钩 柱脚安在四个银插座上 你要把漫木挂在钩子上 把法柜抬进漫木里面 这漫木要给你们把圣所和制圣所分开 你要把施恩座安在制圣所内的法柜上 你要把桌子放在漫木外 把灯台放在绘幕的南边 与桌子相对 把桌子安在北面 你要给账木的门口做块帘子 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编织而成 你又要用造甲木 为帘子做五根柱子 柱子要包金 柱上有金钩 你也要为筑脚铸造五个铜插座